小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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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工作上有受過委屈嗎 有 你怎麼好委屈 對啊 誰受過你啊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我的外型 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我在節目上是一個很強勢 然後講話很快 然後 而且你是意見領袖 你身邊這麼多對不對 妹妹 我跟你講最常吃悶虧的 就是我本人 就是帶頭的是不是 不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我這樣子 但其實根本不知道 其實我是最常吃悶虧的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他就是這樣啊 就是很靈牙 俐齒 或是講話很尖銳什麼的 他一定沒有遇過什麼挫折 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的形象跟外型 大家就是最喜歡 就是在背後捅你一刀 或什麼 超級無敵多 這幾年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因為 我知道因為 我們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演藝圈其實 倫理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以前是偉忠哥教的 所以我們遇到前輩 我們一定會鞠躬打招呼什麼的 所以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一直都放在心裡面 然後到了最近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知道 書畫時間就是一個 藝人們的兵家的那個 戰爭的地方這樣 因為每天可能真的要拍十幾個小時 然後大家經紀人們就會在那邊 瞧書畫的時間 就化妝弄頭髮 然後當然前輩一定是最晚到 如果是早上六點開拍 前輩可能是五點半 然後才弄化妝弄頭髮這樣 然後後來到後期的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我都第一個梳化這樣 就通常六點我在三點半 就要梳化想說 這有合理嗎 為什麼我那麼早 因為之前可能我們 因為我現在的年資 算是比較中間了 對 所以還有一些後輩 還有一些前輩 所以後輩大概就是三點半這種 因為我們以前拍戲過來 也都是這種時間 對 然後到後來就發現 因為拍戲我們那時候 昂擋戲 當然他們可能 後輩可能那條線 可能就是收視率比較好 所以他的經紀人就會說 那可能要調整一下梳化時間 原本我都大概四點四點半 結果後來我變成三點三點半這樣 就是在這個中間 你就會想說到底發生什麼 後輩的梳化時間 居然比我還晚這樣 然後漸漸還比前輩的再晚這樣 然後前輩就會覺得 心裡有些不舒服 但是因為你不可能 把這種事情拿出來特別講 大家就會覺得 這是什麼好計較的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狀態 因為比較多是 可能是網紅 他們可能轉成藝人 他們比較沒有這些 演藝圈的這些概念 沒有被教育過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可能看到你也不會打招呼 類似這樣 然後他們錄完影就走了 因為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在節目上 不是要做很多的效果 這些事情嗎 那因為類似 我跟柴琦錄影 做完效果 可能下節目 或是在中間的時候 就會跟他說不好意思 剛剛就是真的做效果 希望你不要放在行李這樣子 然後現在的小朋友們 就都沒有 他們就直接做效果 然後就走了 我想說 直接做完效果 好可怕 怎麼那麼可怕這樣子 類似這種情況 就是因為 你跟他也不認識 但是他可能 認識你是透過電視的形象 他就會用那個方式去講你 這種悶窺就是 一直會一直 只有你自己一直覺得 現在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我的問題 還是別人的問題 他沒禮貌是他的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 有沒有 諸如此類的人 我跟你講 誰不舒服是誰的問題 對 最後就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算了 對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對 然後其實因為很多事情 我在節目上講話這方面 大家一定會覺得 我已經很專長了 但是我現在 開始又上一些宣傳的東西 然後 就是被刀到爆炸 但是我後來 刀你什麼 刀說你不是不當通告咖了嗎 不是轉去當演員了 幹嘛還來上通告一下 對 我就不知道 我就說 沒有 我還是有在上節目 就是我拍戲的空檔 我當然會想多賺一些錢 那當然還是會想這樣 那因為我不知道 在這個行業 可能大家就是 傳來傳去 就會傳說 他看不起綜藝咖 他們有在上節目 我就想說 沒有 我的 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的好朋友 還是這些人 那我就可以 不要跟他們聯絡 我就去跟其他人聯絡就好了 但是你也知道 但是有一些主持人 他們就會說 稀客喔 什麼的 然後就會 在節目上這樣 然後我想說 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話 就嘴軟 然後就想說 好吧 算了 就坐在那邊給他釀這樣 應該也是無心的 對 或許 可能是無心的 但是因為 不只他當面跟我講 可能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 就會說你最近 就是 大家就說你就是 大小眼 都不跟誰誰誰聯絡 我就說 也不是不聯絡 就是真的在拍戲 睡覺都沒時間了 因為我真的也都沒有出門 就是都在拍戲這樣 所以你也很容易 不小心得罪人 很容易 那一天錄影呢 還有趙哥 嘴巴比腦 這個事情 嘴巴比腦快 然後來來來講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有多好笑 你知道嗎 因為那一天呢 我們去錄製之前 他們就說 因為有趙哥這樣子 然後就說 希望我們在節目上 有一些火花 那我當然就說 好啊 因為我跟趙哥 其實也算很熟 而且趙哥三不五時 就會傳訊息到我們的群組 但是是貼一些很奇怪的類似 基督的文章 類的這樣 然後當然就不會去回覆這樣 但是就是 基本上還是有交情 然後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個節目 它是要兩邊搶打嘛 然後一開始 趙哥就先攻擊 我們就說 我們看不起你們什麼的 你們一定會輸 我是生活智慧網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你就這樣 然後我就很認真在作答 後來我們就贏了這樣 然後趙哥就不是很開心 所以我在節目上那時候 他就一開始很得意嘛 一直攻擊我們 然後後來他們就 就說不然你們看 你們要怎麼弄這樣 然後我們就說 然後後來就在節目上我就說 小趙 加油 他就爆炸囉 一直在很憤怒這樣 小趙 然後我就想說 趙哥就是有需要這麼憤怒嗎 他會理什麼 對 沒有 他就說什麼咖 什麼的這樣子 因為 小趙是你叫的嗎 對 超好笑 但是你知道 他其實也不是真的生氣 因為他就是也在做效果 對 因為那是直播節目也沒什麼好 真的生氣 然後就一切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錄完影 對 我也親自打電話給趙哥 我就說趙哥那個 希望你沒有放在心上 因為剛剛這只是 就是一個過程這樣子 他說沒事沒事 我沒有放在心上 結果隔天就出了這個新聞 然後 記者們他們就截取這一段說什麼 因為 他就說什麼 說我很沒有倫理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說我叫趙哥小趙 什麼那類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就是錄了一個影 我到底招誰惹誰 就是你知道 就明明在節目上 因為我其實就算 趙哥 就算進攝影棚 我一定也會打招呼 我絕對不是說 我完全不打招呼 然後做你效果 然後我就走了這種人 我覺得還好了 整個聽起來 整個算是就是一個 草新聞 節目草新聞而已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別往心裡去 對 但是你知道 但應該就是 你是很好做效果的人 所以我覺得主持人才會說 你很久不上節目 幹嘛 就是看不起我們 出場拍戲 對 就是但是你知道 別往心裡去 當下在節目上當然會覺得 沒有太大的反應 可是你下節目你就會 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 就會想說 所以我是平常有得罪到 這個主持人嗎 就是我好像也沒有說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 在節目上這樣子講我 或是記者也是 所以我上次是沒有跟她 打到招呼嗎 為什麼要這樣寫我 我也沒有特別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一直反覆 然後後來過了之後 想說好吧 算了 就是新聞也出了 我能說什麼 就這樣吧 無所謂 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所以你聽過很多 毒蛇網友的評論 比毒蛇主持人還要恐怖嗎 很多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妳講 我這個人就是大炮型的 就是大家很了解 大家的印象 對 然後我招惹來的網友們 他們也都是大炮型的 所以但是我要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他們 在網路上就是這樣 因為經紀公司會罵我 因為我曾經有回擊這樣 然後也不是太好聽的東西 你回擊 你回擊可以贏嗎 你的手指頭 有像嘴巴這麼快嗎 我打字其實很快 很可怕 你以為是誰啊 沒有 我也沒有 就是指揮 就是因為他們類似 他們攻擊我 就會說我的外型 比較像女生 為什麼不去整成人妖 或是什麼第三星公關這種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點進他的照片 然後可能是一個男生 我就說 對 我還可以 你可以嗎 類似這種 算 很無聊的一些 很無聊的一些回擊 但是我自己心裡就會覺得 對啊 很爽 就是我為什麼要 就我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我沒有一定要給你罵 但我可以接受你們 可以說我今天在節目上 哪裡表現不好或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 攻擊我的外型什麼 我就會覺得很不OK 因為之前還有人就說 你是不是很想在台北市出現 我就說對啊 因為我的工作都在台北 他就說 你知道你破壞台北市的市容 那麼想說 excuse me 我就點進去 我就說 你在破壞全台灣的 整個台灣區的市容 好不好 氣死我了 真的是氣要炸開這樣 就因為很無聊的小事 然後 所以有網友 把你家的地址 PO在網路上 對 因為 那時候其實是在剛出道的時候 然後其實 因為那時候就是比較 也不知道怎麼跟大家相處 因為其實之前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因為我都沒有回應 類似大學生這些事情 我都沒有回應 因為以前就是 大概有五千個人來錄過這個節目吧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我們不好相處或什麼的 但是因為你不可能五千個人 你都跟他好好的聊天吧 就是你就會覺得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這樣 然後當然就會被人家寫得怎麼樣怎麼樣 很驕傲什麼 這其實我們根本也沒有 就是做好自己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新人錄影 壓力大到不行這樣 然後後來 有的人就會覺得 看我們不睡也蠻 因為我們不是都會填那個勞報什麼的嗎 大學生 大家就是全部都丟 填完丟一起嘛 然後就有人把我們 把我的勞報的那個拍下來 就是說我一集拿多少錢 然後我家地址什麼 在哪裡這樣 就公開在網路上 因為我從七歲就一直住在那個地址 所以現在所有的人 就都知道我住在那裡 然後整個社區的人 都知道住在那裡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事情就是 難怪你下樓倒垃圾都要 對啊 都塞到好 就一直被當劍拔那種感覺 對 就是但是我覺得 我其實就是這件事情我也不會 就是你們有問我才會講 不然我覺得就算了 就過了就過了 自己背上都是劍就這樣就好了 嘿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趕快按這裡喔 按訂閱 小鈴鐺按下去喔 我們在這裡等著你呢